为了推广食农教育 淡水新市国小在上周六举办校园一亩田收割体验活动 活动当中不只是让小朋友体验隔道岁 另外农会更搬来的脱壳机 让孩子亲手将稻谷脱壳 而农会在现场也举办了米食厨绳比赛 内容相当丰富 为了要推广食农教育 淡水新市国小从创建学校最初就设计了一大片的农田 要来给小朋友体验当农夫的乐趣 因此在每年三月由国小五年级的同学进行插秧 经过了四个多月 在学校三十多位的绿手指志工 以及学生们的照顾之下 现在已经转为金黄色的稻田 并且由学生与家长进行一场收割体验活动 第一次种很新奇 割到的话也没有感觉过那种 割得很新奇很顺 还蛮好割的 只是如果一个人要割那么多的话 不知道要割到多久 有点难割 为什么啊 因为有点需要力气很硬 参与的人完全就是五年级的青师生 那主要是我们将那个割到的课程是放在五年级 那这一年的五年级的老师非常的积极 而且整个课程的设计也非常完整 那包括从种一直到收割 到最后的那个食品的安全部分 我们今年也特别安排了小食神的比赛 那孩子试着把他们自己收成的稻米去做成那个一个料理 校长表示今年学校的稻田有被台风吹倒部分的稻碎 因此收成受到影响 虽然不影响学生的体验 但也让他们了解到农夫看天吃饭的辛苦 而另外淡雪区农会不只是提供当初所种植的稻米秧苗 还有种植的技术指导 仁慧表示 今年的食农教育推广 让学生从插秧到收割 体验历历皆辛苦的农村生活 你们要知道 种到割到 出来的你 在多少时间才能把这个到种 能够收割 能够收割起来 还要晒 还要拿去打 这壳打掉 出来成你 所以什么 你们在吃饭吃东西的时候 千万天命 千万天出来 不要吃一半 吃一点点就不必要吃了 不能浪费 那我们今天新市国小又有增加一个新的单元 就是吃挂中的饭 那由我们的家政班 就是恍孝古代的时候 农家在割到的时候 将做好的那个点心跟午餐 送到用篮子装 送到田间来 让那个农民来食用 让小朋友来体验这样子一个 传统的一个 田间一个吃饭的方式 活动当中 不只是让小朋友体验收割稻穗 另外农会更搬来的脱骨鸡 让孩子亲手将稻壳脱壳 而农会人员更教导小朋友 如何使用稻草 经过编织 打成一捆捆的草绳 另外还有米食厨绳比赛 让学生来进行料理 而农会也准备了许多传统农家料理 来让大家体验 校方借此也让孩子 真正的体会到农夫的辛苦 以及品尝到自己 所种出来的白米香味 记者许多安一 但从采访报道